Peace TV 人性的解决方案 Bismillah Alhamdulillah Wassalatu wassalam A'la Rasulillah A'la Alihi wa sahbihi Wa منتبعهم بإحسان Ila yawn الدين Assalamu alaikum Wa rahmatullahi wa barakatuh 各位电视期间的 关注朋友们欢迎回来 我的谭教授在你刚才 因为我们讲到 有一些哈蒂斯能够证明 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服从 我们的掌事 那么师父还有更多的哈蒂斯 能够助力于这种观点呢 在这一方面哈蒂斯很多 咱们继续学习 关于这一方面 送从这一方面 三马我他 穆斯林大众 我们想在这里告诉 所有的穆斯林兄弟姐妹们 要记住三马他 就是什么呢 听从和服从命令 封从谁的命令呢 封从正能量的一妈 也就是非常 这个讲古老阿 讲哈蒂斯的这样的一妈 或者是讲古兰经和讲哈蒂斯 以古兰经为中心 以哈蒂斯为中心的 这样的一妈们也好 这样的艾米兰也好 这样的哈利法兔的伊斯兰也好 咱们必须要三马我他 要送送的 今天呢中国我们刚才谈到的 中国的穆斯林呢 就是因为自己的私欲 或者是他和这个一妈们 曾经呢有过 自己的这个 私人和私人之间 个人与个人之间的 这种矛盾 然后呢他就想 废出这个一妈们 他就想拿一伙人呢 然后把这个一妈们 从这个青春寺里赶出去 像这样的人 在古兰经里面告诉我们说 因那 الذina yuhibbuna 安ta shi'al fa-hi-shita fil-la-zina 阿们儿 阿们儿 想在穆斯林大众当中 喜欢制造矛盾的那些人们 注意了 阿们儿 不喜欢你们 阿们儿 在后世里面 以严厉的刑法等待你们 这是阿们儿 在穆斯林大众当中 传播丑恶的那个人 他们 阿拉伦的那里 有什么严厉的刑法等待他们 今天就这种行为 恶的这种行为 在我们中国穆斯林的 这个群体当中 尤其在中国西北的 穆斯林的群体当中 这种丑陋的一种手段 和丑恶的一种 不是阿拉伦的 在遥控着这个清真寺 指挥着这个清真寺 或者是教育着这个清真 也不是圣人 阿拉伦的哈蒂斯 不是阿拉伦的哈蒂斯 不是阿拉伦的哈蒂斯 也不是圣人 阿拉伦的哈蒂斯 也不是阿拉伦的提到的 第三种人 就是イmam 今天我们所说的 就是イmam了 然后也不是 而是谁呢 一些我们说 一些什么呢 有钱的一些人 有了一些什么呢 有了一些 挣了一些钱以后 他觉得什么呢 清真寺里面 他说话说了算 在我们西北 有钱人 他在遥控着清真寺 他在遥控着 阿虹的娃子的方向 也就是阿虹 演讲的一个方向 然后呢 他说阿虹 你今天要讲这样的娃子 然后阿虹不敢 不敢反对他 因为反对他以后呢 没有好果子吃啊 反对他 反对有钱人的话 这个穴不想开了 说明 反对他 如果要是 不按照他的这个方向 去走的话 你就卷铺盖走人 前途就没有了 就没有前途 今天我们这些有钱人 对这些穆斯林兄弟 我想告诉他们是 你的钱在制约着阿虹 你的钱在制约着阿虹 说古兰经 说哈蒂斯的思想的话 那你的钱和你本人 就是恶魔的行为 恶魔的行为 in the Hizb Shaitan Hizb Shaitan 他们的归宿是什么呢 阿拉老怒的归宿 他们的归宿是 阿拉以严厉的刑法 等待给他们的一种归宿 今天在我们西北 就是这些有钱的人 大家都看到 阿虹把教们给坏了 我们就想到 可怜的阿虹 怎么会把教们坏了 要么他学的东西不是太多 但是他仍然在讲着 Islam教们的道德 仍然在讲着阿亚提 仍然在讲着哈蒂斯 今天我觉得坏教们的人 是什么呢 就是每个清真寺里面 有钱的那些人们 还有的清真寺 我们发现的是什么呢 清真寺因为什么呢 阿虹听了这帮有钱的人 然后讲出了这样的一些袜子 以后呢 有另外一帮反对派 他们呢也给阿虹给 说阿虹 你要这样 按照我们的这个思路 和我们的这个想法去讲 不然的话 你这个血也别开了 是吧 阿虹夹在了两个甲粉当中 阿虹都没法 我说一个阿虹很可怜的 他就不知道 他到底讲什么 他如果按照这一帮人 这一帮人也有势力 会把他赶出清真寺的 他按照那一帮 然后呢 那一帮的这个思想 和那一帮的导向去讲的话 那帮人也有他们的一帮人 然后也把他会赶出清真寺的 阿虹非常为难 有阿虹告诉我 就说 我们现在怎么办 我说 按照古兰经 按照圣经去讲 因为什么呢 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一切都是伟大 珍珠给的 我们说 我们是 我们的一切属于阿虹 我们将回归 阿虹 那怎么办 如果要是能 告诉他们 你们再不要用 你们的金钱来 什么呢 你金钱和势力来压我 如果你们还不听的话 我自动退去 然后呢 在阿虹的跟前 我的责任脱去了 然后呢 在阿虹的跟前 你们这些有钱的人 有势 有权有势的这些人们 你们就等着 受伟大珍珠的刑罚吧 对 我想这种情况 不仅是说在西北地区 我想全国各地 都是这样的 这种病毒在 蔓延在我们的 穆斯林群体当中 那么正因为 我们现在 我们的穆斯林 遇到这么久 我想我们的 现在的以妈母 我们的一些阿虹 面对的 像我们以前 以前的我们的先辈们 他们所面临的问题 他们所面临 应该考虑的问题 就是说外来的一些敌人 然后我们现在 我们是这个时代 我们的阿虹 要考虑的是 自己兄弟的攻击 是不是这样的 我们自己 我们要实施各个防备 我们这个 比如说我的这个 穆斯林兄弟 要对我的这个造谣 那个穆斯林兄弟 对我们的这种诽谤 现在我们面临 跟我们以前面临的问题 是两样的 以前是面临的是 外来的敌人 这是每个人 都应该面临的 但是我们现在相反 我们面临是 我们自己的同胞 对我们的攻击 对 这个是非常的 让人遗憾 遗憾 而且是我们穆斯林 中国穆斯林的一种 一种悲哀的事 正因为是这样 我想 新政司里面 难免有一些 比如说有权有势 掌握着大权的这些人 对 那么这些人 他们会 心里有一种自豪感 或者是感觉什么 我就比别人高 高过于他人 那么但是 圣询当中 使者 孙拉哈里亚斯林 曾经高估 托述给我们这样 曾这样教导我们 两种人 可以让人羡慕 我们也可以去羡慕他们 他们也值得 我们去羡慕他们 一种人就说 获得了钱财 阿拉给了他大量的钱财 但他不在乎 他把所有的一切钱财 都能够奋斗在主导上 一种人就是 阿拉给他赏赐的知识 他能够交受别人 那么就说第一种人 阿拉赏赐了钱财 他能够费用在主导上 那么现在我们的穆斯林 也会有一些 有权有势的人 那我也在费用在主导上 我也是给阿洪 去给阿洪管 或者是奉献给 全部的清真寺 但是在这里面 使者所强调的就是说 费用 那么在很多阿洪体当中 哈基斯当中 费用有很激重情况 哪种费用是 可以得到回赐的 哪种费用是 可以得不到回赐 你的这种费用 是以这种高姿态 比如说阿洪 今天要罚工资 好 拿去吧 这是你的那个什么 以这种高姿态 非常口气不平和的这种 只能说这是你 对他的一种 可以说不尊重 对他的一种 精神上的一种打击 对他的瞧不起 虽然你说 我也把我的钱财 费用到主导上 但是这并不说 阿拉和使者 三拉拉和三拉拉 表扬的那些人 值得我们去羡慕的人 你不是这种人 那么古兰经当中说了 高龙马如富 黑龙民所得 铁亦比哪一种施舍好 我们会想不通说 善言怎么会比施舍好呢 比如说 因为伤害 伴随着伤害 或者是残杂的伤害的 这种施舍 就是比善言更低一层次 善言比这种还要好 那么现在我们的事实 就是这样的 我们清真寺里面 出现这种问题 就是说因为 他用这种高姿态 去伤害我们的阿兰 或者是不同情 等等的一些问题 全都是因为这样 应该是这样的 我想是不是他阿兰 是这样的 现在比如说 你刚才说阿兰在做 阿兰在做阿兰的事情 然后你说 这是我们的学动 或者有权有势的人 正在做这个事情 像这样的一种事情 我们现在出现 然后中国制约着 中国穆斯林的前进 制约着中国穆斯林 在其他民族前面的 一种影响和声誉 像这个我们怎么改变呢 我们的阿兰兄弟们 和我们的 咱们有权有势的兄弟们 咱们的一切来自于阿兰 一切将回归阿兰 我们要举一个好的例 阿兰们回到古达尔和宋来当中 直接大胆地去讲 古达尔是这样说 不要带任何私欲 也不要带任何的 这个什么呢 用古达尔 然后伴随着古达尔 然后把古达尔念出来以后 去发泄自己的私欲 千万不能这样做 就是正规的 正统的 正能量地去讲古达尔 讲哈迪斯 然后呢 咱们的这个 有权有势的人呢 咱们为阿兰的施舍 咱们要的是 伟大真主 在后世里面的挥辞 咱们要的是 阿兰斯帕尔和他 在后世里面 我成盘上的那个分量 我们要这个 咱们也不要 懂牙上什么呢 我把这个青灯子修了 然后又要另一帮人 又把我的这个功劳 给占了 积功精力的 这是史团业的一种行为 现在我们的阿兰的演讲 提不到作用 发挥不到有效的作用 我想还有一个因素 就是我们的阿兰 站在你妈妈讲台上的时候 讲的是自己的情绪 对 讲的是自己的思绪 比如说有时候 碰见一个 让自己非常不高兴的事情的时候 对这件事情是大讲特讲 对 然后这会让群众觉得是 这并不是给我们讲的 这只不过是在发现 你自己的这个怒火 等等这种 这应该也是我们的阿兰 我们的演讲 为什么起不到有效的作用 对 一个因素之一 所以我就想着说 在这里我们呼吁 所有的阿兰兄弟们 以及咱们有钱有势的 这些兄弟们 咱们重新举腻 我们重新举腻 我们的腻机是什么呢 我的每一个袜子 都是为了去 伟大郑主的喜悦去讲 都是为了获得 伟大郑主的喜悦去讲 我正规的 我正能量的去讲 我劝话 然后我们的 有钱有势的兄弟们 我们也举一个好的念 什么呢 我的一切来自于阿拉 我将回馈了 阿拉把钱给我的 其实让我去安排这个钱 在伊斯兰姆教我们 前提的道路上的一个工作 如果要是 我在董言上 我不求任何回报 我只想要后世的成果的话 如果这样的话 那就是什么呢 阿兰也不辞职了 然后学动呢 也没有矛盾了 然后呢 伊斯兰姆教我们的事业 在中国就会发展 好的 感谢 谭教授为我们的精彩解答 各位电视节目的 关注朋友们 我们稍作休息以后 马上回来 各位电视节目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回来 好的 谭教授 在上半场里面 我们也举了很多的例子 也拿出了非常非常多的 哈利斯的证据 来为我们说明 这个服从 艾米尔的这个重要性 那么也许我们的 有一些穆斯林 会这样觉得 就是说 这只不过是 一段两段的哈利斯 或许这种哈利斯 或者是 师父是正确可靠的 等等的 也许会不满足我 或者是不能够服众 征服我的这个思语 师父还有其他的一些哈利斯 来证明 服从艾米尔的重要性 对 我们呢 关于这个问题呢 咱们中国穆斯林呢 现在出现了 Sama Ha Ta 送从咱们的以妈 送从咱们教母当中 执掌教母的人的 这一块当中 中国穆斯林做得非常不好 中国穆斯林做得非常不够 导致了什么呢 影响了我们的前进的步伐 影响了我们 在其他民族当中 留下的那种印象 其他民族当中 都是留下什么印象呢 哎呀 清中寺 我们怎么看的 你们清中寺每年 每天或者每年 都在365千都在打架呀 或者365千 你们清中寺 你们不是一个和谐的宗教吗 你们不是说 以色兰是和谐的 以色兰是和平的 以色兰是团结的 以色兰是什么 怎么我们发现 清中寺是这个矛盾不断的 365千 这是咱们的一些 比如说统战部呀 咱们的一些 这个政府部门的统战部呀 宗教局的这些局长呀 他们经常和我们 谈讨的一些问题 是的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他会发现 三天两头地就换阿红 这个阿红没待多长时间 又弄来一个阿红 对对 这些问题 然后呢 就是这个问题上 这是我们应当注重的一个问题 首先呢 我们就说什么呢 就是从阿红的角度 我们刚才提到了 我们只是为了 阿红的角度 和阿红的角度去讲 我们的阿红们 一定要做到什么呢 按照 Quran 按照哈迪斯 去讲任何一个 侯控和任何一个 不要带自己的情绪 就像你刚才提到 有些阿红在发泄 自己的一种怒火 在发泄自己的一种 什么呢 情绪 然后呢 这是完全是什么呢 这个是 违背的 Quran 违背的哈迪斯 他所要求的袜子 或者所要求的宣传大王 而我们一定要 回到 Quran 回到哈迪斯上面 把Islam教我们的伟大 把Islam教我们的 侯控和Muslim 一定要什么呢 正能量 正确地 要把它传播出去 然后呢 我们的群众呢 我们刚才学习到的是 我们的群众们 一定要三马我塔 对我们讲 正义的阿红 对我们讲 好袜子的阿红 对我们讲 古兰经和圣训的 这样的阿红 我们一定要 对他们说什么呢 对他们要 三马我塔 哈迪斯里面 给我们 命令我们三马我塔 命令我们和他们什么呢 一定要顺从他们 一定要听 这样的阿红的瓦子 不管自己的权力 有多大 不管自己的 有多少钱 不管自己的 势力有多大 一定要三马我塔 这是圣上 阿里和萨里和萨里和萨里的 哈迪斯里面 给我们命令的 如果我们不三马和他 不送从这样的阿红 好阿红 不送从这样的 好阿米尔 就是掌管教母事务的 这样的阿米尔的话 圣上 阿里和萨里和萨里和萨里的 在哈迪斯里面 当中告诉了我们 他的死去 像这样的人的无常 将是什么呢 没有信仰的一种无常 也就是说 把三马我塔 纳入到了什么呢 送从伟大的阿拉 纳入到了 以漫里的 这个行列当中来了 你有没有以漫里 就看你送从不送从 福安的送从不送从 哈迪斯 送从不送从 讲古兰经 和讲哈迪斯打哄 这和我们的以漫里 有关系了 因为什么呢 没有以漫里的无常 甚至阿里和萨里 在这个呢 没有告诉我们 说什么呢 而是说的是什么呢 好 下面一段哈迪斯 我们继续学习 这个方面的内容 然后同样 以彭尔乔摩 传来的这段哈迪斯 他说 他还有一个 他告诉 让我们和穆斯林们 同样传来的哈迪斯 这段哈迪斯 告诉我们什么呢 就是说 一个人 在讲古兰经的阿红 或者讲这个 伊斯兰教们的 或者讲哈迪斯的 这样的阿红跟前 或者是 穆斯林的这个领袖跟前 你如果要是违反他 你想使这马迪分裂 因为你的私欲 因为你的权力 因为你的什么呢 名称 你想使这马迪什么呢 分裂的这种人 圣人阿里哈迪斯 阿里哈迪斯 他说 他什么呢 Mufarikun lil'jama' 这种人 他的无常是什么呢 Fa'inna hu Yamutu Mita Tanjahiliyya Suhan Allah 今天 在中国的 穆斯林的圈子里面 今天我们说 在中国穆斯林的 清政室周围 在每一个清政室里面 都有这样的人存在 为了自己的私欲 他想让阿红走 为了自己的私欲 他想把那个学东 很好的一个学东 为了叫我们 做了很多事物的学东 然后把那个学东给K掉 然后为了自己的私欲 为了自己的钱财 为了表扬自己 为了让自己出风头 然后呢 使宅马迪乱 让宅马迪闹 然后他坐在家里面 他刮了盖碗子 他笑着 他笑着看着 宅马迪你封裂 我高兴 我让你封裂 我高兴 这样的学东 这样的穆斯林 我们在这里 听圣Shellam á şele 它将会什么呢 蒙昧时代的那种 思想和蒙昧时代的 那种工作呢 它要无常 也就是说 这是很可怕的一种现象 在我们的周围 在我们清真寺的周围 在我们的生活的 这个环境周围 这样的人太多了 他什么呢 坐在家里面 他看着清真寺闹 是导火索是什么呢 他给捡着的 然后他捡着以后 他不来了 不来扎马蹄了 他坐在家里面和媳妇 和那些 然后呢 告诉他那个消息的那些 那些假苏什么 我们说那些 那个什么呢 传播谣言的那些人们 那些人们坐完礼拜 回到他的那个家里面 说哎呀老学冬啊 我告诉你 今天清真寺可有意思了 怎么了呢 那个学冬和那个人 大起来了 那个学冬和那个人 大起来 都是原因什么呢 就前两天 你所说的那个话 然后呢 把他们就让他们 现在闹起来 现在好了 然后你高兴地 在那挂点碗子 然后说 这样的人我见过 然后他说什么 好了这下好了 他们时间不长了 你什么意思 你想干什么 你在 你再让一个 团结的一个 你再让一个 你锋裂 你说你是 你说你会 告诉我们说 你不会以马尼的武装 你看看这条哈蒂斯 他对我们的教育 所以中国 现在这个问题 非常严重的 现在我们经常在讲 基督教的教堂里面 传播出来的是什么呢 百分之百的 传播出来的 没有矛盾 我们去教授 十几个教堂 然后里面有矛盾吗 没有 他们基督教的教堂 天主教的教堂 传播出来的是爱的 上帝的爱 上帝的福音 咱们的佛教的寺庙 道教的寺庙 传播出来的是什么呢 慈悲之爱 传播出来的是什么呢 道德的高尚 今天在我们的 清真寺里面 传播出来的 全部是fitner 哪一个清真寺 都有fitner 然后董战部长 和宗教局长就说 这个原因 是不是我们回祖人 吃羊肉 吃牛肉的原因 火气大是吧 所以导致了清真寺 就是这么乱七八糟的 不是火气大 第一个 咱们的群众 在受教育这一方面 太差 受自己的民族的文化的 这一方面太差了 他不知道 他的这种 闹的这个后果在哪里 刚才我们学的那段 阿耶 在古兰经里面 我想很多穆斯的 没听到过这段阿耶 他又是说 听到过这段阿耶 学习过这段阿耶 他不可能把自己的私欲 和什么东西 拿到清真寺 然后让清真寺 封殓 那段经文 我们是不是刚才 在学习当中 我们讲过 那些人 他们喜欢 在穆斯林群众当中 他们想造谣 豁众的时候 他们具有 阿拉的那里 他们等待 他们的什么呢 严厉的刑法 对着阿耶 就是认合自己的私欲 所以我们说 今天穆斯林 咱们中国的穆斯林 需要上一趟 什么样的课呢 就是 三马我塔的课 也就是 阿拉的罗里 在古兰经 哈迪斯里面说的 一定要服从 你们的 艾米 一定要服从 你们的 教母的执掌者 以巴们 一定要服从 你们的 比如说 秦敦斯里面的学东 如果这个学东 它是按照古兰经 按照哈迪斯 按照穆斯林 大众的医院 去做事情的话 一定要服从 这样的学东 这样的 这么四关主任 然后呢 圣诗阿里里 在下面的哈迪斯 当中呢 又告诉我们说 在下面的哈迪斯 传来的一段声称 他说 他说 布哈里传来的一段哈迪斯 阿拉的布哈里 在这段哈迪斯 当中 是阿娜斯 传来的一段哈迪斯 阿拉的布哈里 在收集的 这段哈迪斯 当中 告诉圣人 阿里里 你们听从 你们顺从他 顺从谁 哪怕你们的领袖 以妈姆是一个 哈巴西耶的奴隶也罢 你们要顺从他 哪怕你们的主管者 管理你们的人 只要他按照 Quran的哈迪斯的精神 去管理你们的话 哪怕他是一个 阿布图哈巴西耶 你们都要顺从他 是的 主资关系 我们现在必须要分清楚 这也是我们穆斯林 现在面临的很多的问题 好的 感谢唐教授 为我们的精彩解答 各位电视节目的观众朋友们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 我们下期再会 谢谢 沙拉姆 Wa Rahmatullahi Wabarakatuh 沙拉姆 沙拉姆 啦啦啦啦啦